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沐昕斋 我是沐昕 今天我们来说和珅 大家都知道和珅是出了名的贪官 但是你们知道吗 和珅可是当时满洲的第一俊男 是大闺女小媳妇眼中的高富帅 和珅在清朝的时候是出了名的颜值高 在当时还被称为满洲第一俊男 据记载 和珅长得很像雍正的宠妃 年贵妃 当年弘历还是太子的时候 曾与着年贵妃传出一段绯闻 最终年贵妃因此而死 年贵妃死后乾隆深深的自责 后来见到和珅差点将其认错 当然了 这个都是野史传的 真实性不高 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和珅的颜值 大臣英莲曾评价和珅 相貌白咬而英俊 少有大智 他日前途不可估量 论财学 和珅虽然科举没中 但没有关系 这只能说明他八五文写的不好 但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 四出五经也是被的混瓜难熟 其乃是当时大学者吴省兰的高祖 他在给乾隆当侍从的时候 有一次侍奉皇帝读书 当时乾隆看的是孟子 和珅在一旁掌灯 但晚上灯火昏黄 乾隆有些看不清书上的柱 于是就问和珅 和珅直接把书上的柱给背了下来 这可是要点功夫的 众所周知 乾隆是伪学者 其一生酷爱写诗 动不动就喜欢来两句 但这水平实在难以恭维 可和珅不一样 在其诗歌方面造诣颇高 经常能给乾隆寓意指点 乾隆对其乃是崇拜不已 所以可别认为和珅这大学士是混上去的 人家可是有两把刷子的 当然和珅最重要的还是能力 他这一生几乎是把大清国的重要职位给认了个遍 不管是在哪上任 他都游刃有余 能够很好地办成乾隆给交代的任务 最开始从示威队里面出来 乾隆派他去管理布库 原本只是想锻炼一下他 没想起能做出什么成绩来 毕竟是出出茅庐的小菜鸟 可是和珅去了没多久 布库的存量大增 这让乾隆对其刮目相看 和珅还是个理财能手 总能想奉设法地为乾隆变出钱来 当年乾隆六下江南 耗费巨大 但是和珅硬没让乾隆在钱的问题上发过仇 所以乾隆需要和珅 和珅是贪没错 但乾隆也不是傻子 当年大学士王杰等人没少谈和他 但乾隆为何一直执着网文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和珅有用啊 和珅能办事 和珅是贪官 但他不是奸臣而是能臣 我曾看过电视剧《铁齿铜牙记小栏》里有这样一段 说天逢大灾 鸡民遍地 乾隆派和珅前去震灾 当时遇到了一个难题 就是有许多原本不是鸡民的人 偷偷混进了鸡民队伍中 去领震灾州 这些人打扮的和鸡民一样 根本查不出来 这样一来 鸡民人数大大增加 粮食根本不够吃 而和珅想出一个办法 那就是往周里加沙子 这个方法看似有些不人道 却非常管用 那些冒充者 看到周里加了沙子 便不会再去吃了 而那些没饭吃的鸡民 根本不会在乎周里有没有沙子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于是和珅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虽然电视剧的原意是想讲 赈灾过程中的贪腐 但这一幕 其实也是肯定了和珅的能力 贪官当然不好 但是总不能因此 就将其完全否定 乾隆虽然不是一代盛名之君 但他好歹还算聪明 他能重用并忍受和珅的贪腐 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和珅真的那么一物是处 还挖国家的墙角 颜值再高 乾隆估计也不会容他 要知道 在乾隆一朝 和珅已经做到了 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 这在清城就相当于事实上的宰相 清史稿有这么句话 大学士非奸军机处 不得为真宰相 而影视剧里面 一直与和珅做对的两大苦主 刘庸和纪晓兰 一个是内阁大学士 另一个只是大学士后补 与和珅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也没有能力和资格像电视剧里那样去玩和珅了 和珅除了官职比较高之外 还获得了一等中相攻 这可是当时朝廷中最高爵位的了 相当于陆顶纪中的魏小宝 和珅不仅颜值高 而且才学本事也是无可挑剔 是不是颠覆了你对史上第一摊的印象呢 好了 今天的木星斋咱们就说到这里 记得关注木星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